大家好,又是專業建言的時候 在今集中,我邀請到一位我的師姐 或者一位學長,就是譚惠珠大律師 外面的人叫做Maria,或者叫做珠姐 其實我自己也在這兩年出去做公務的展示 有機會跟Maria做一個朋友 那個友情,因為她對我來說是我的長輩 我好像是一個 mentor 跟她聊天 從她的口中就知道很多是有關於 香港過去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代 發生很多事的真實情況 因為很多時候對香港社會的事務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聽朋友說 或者是聽報紙或者是看電視節目 其實情況是怎樣呢? 有時候都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今天請她來,就希望借這個機會 我又可以問她多些有關香港過去的事 也希望多些朋友有機會 跟我這樣有機會 都知道很多市民的真相 譚惠珠本身是一個執業大律師 她跟我說她最忙的時候 在八、九十年代是四了的議員 即是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區議會 她到今天都參與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只有三十六位 所以她的月曆和她認識的朋友都很寬 在接下來這十七個節目裡面 希望能夠有機會 盡量去打開她的話題 問她多些有關於過去的事 讓大家了解多些 希望大家會享受接下來的訪問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來到我們另外一集 請我一位很好的朋友 又是一個師姐 請我一位很好的朋友 談為主流師姐 又是香港人很熟悉 歡迎你 我們在每一次節目的第一部份 都會同時Maria 大家好,Eugene 來的嘉賓 Maria很多人都見過她的名字 或在電視出現 或聽她的說話 我剛開始之前跟Maria說 原來我是同一間中學 我們聖堡南美中學 已經聽過我們的大名 是一個很出名的師姐 但我沒有機會見到她 因為我們年紀輕一些 所謂輕一些 後輩一些 我大你很多 養著對不起 但每一次在電視 或有些香港大新聞 和內地有關都會見到Maria出來 剛才說起 原來她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在香港很活躍 可能那群朋友會認識多些 但我相信現在這群朋友 我自己對Maria 譚律師的知識都很少 不如借今天等一個機會 可以和Maria真情否白一下 她見盡香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二千年代已經到01年了 是 我相信11年了 我相信Maria是 最適合的人和她聊天 亦給大家一個機會 認識她 其實譚偉珠Maria是一個甚麼的人 不如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好的 我的職業是大律師 我現在的公眾職務 就是全國人大代表 代表香港區 和香港的基本法委員會的成員 這個是對基本法怎樣在香港執行 全國人大常委會下面的一個工作小組 是負責 即是輔助這些工作 在八十年代 我在區議會市政局 立法會行政局 和基本法的起草 有五年同一個時候 做這件事 比較上是少有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在裡面有很多得著 現在我的責任基本上 就好像一個守龍門的人 看著基本法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回歸之後 其實基本法是一個最重要的 對我們香港市民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Maria 不如我們在未講 這麼深入這麼嚴肅的問題之前 我想問你 我想很多人都想參與公務 在香港不同時候 有不同的朋友出來做 不同的黨派我一直都很欣賞 因為都是拿自己的時候出來 有自己的理念去做 Maria 你當初 怎麼會走一條路走到 每個人都覺得你是一個很左派的中堅分子 左這個字 大家都覺得好像不是一個很 不是一個讚的 有一點點貶 可能這樣說 但其實是 你當年讀了這麼多書 你都明白這個字的解法 你再留在裡面 一定有你的理由 不如趁今日還是教一下我們的後輩 不是 我只是經驗 怎麼被人這樣標籤 都繼續行 為甚麼 首先我做的事 我自己覺得是對得住良心 對得住社會 但如果大家認為有甚麼我做錯 我唯一的提示 就是你不要跟我這樣做 我又解釋一下我做過甚麼 由於在1982至1984年 中英雙方為了香港回歸中國 就開始有一個中英聯合聲明 講香港前途的協議 在這裡講 當時我在行政局 就知道了整個過程 1985年開始 中國政府 而香港這邊 尤德著士總督都說你去參加 我就參加起草基本法 主要就是將聯合聲明的內容 在基本法那裏體現出來 但是一國兩制整個構思 兩制那些東西 就在聯合聲明 寫得很清楚 跟英國講好了 但是一國的事 基本上是中央政府 和香港的關係 英國人是無法插口講了 因此是在基本法起草的過程裏面 是將一國的條文 擺下去 所以寫完基本法之後 因為每一個字我都有份斟酌 我就開始覺得自己有少少的使命感 我未必做得好 就希望基本法可以落實 它一方面 兩制方面的落實 大家看到了 香港是資本主義 我們的自由民主 我們的言論 各方面的束縛比內地少 我們有一個自由經濟 但是一國方面的條文 由於我們香港人接觸得少 所以只是少部分起草基本法的人 或者在人大系統裏面有工作的人 或者香港政府裏面 要對口有關執行基本法的官員之外 真真正正深究一國關係的人 是比較少 每講到一國的問題 我出來解釋一國主權是怎樣 是使用主權是怎樣 是落實我們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授權關係 授權 就是它授權我們 我一出來解釋基本法 好像立刻已經擺了一個位置 就是香港是低過中央一些 事實也都如此 慢慢慢慢就積累了一個看法 就是這個人就幫中央 就不幫香港 但是你就忘記了 當時爭取兩制裏面 所有的事情已經做了 現在就真正要令兩方面明白 就是一國的關係 我就是由於守住基本法 而大部分人大家不明白 就是中央地方關係 我每次講中央地方關係 人家都覺得我不是幫香港 好像幫中央 於是就有一個左派 或者保皇黨等等的形象出來 由於基本法委員 就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 都不做的 我本來在臨時立法會 就退了出來 做基本法委員會 以後就在行政立法司法 都不參與 所以我為香港做事 在諮詢委員會 政府的statusory organization 那裏做事 而一講到政治的事情 我就講一國了 大家就開始 只看到我的形象 就是幫中央 這就是整件事發生的 剛才你又說 有很深的感受 你試想一下 當時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你有機會 大家都不知道基本法是甚麼 第一次 沒有人試過 你就要代給香港人的利益 要撐住內地的要求 香港英方政府一定不會很喜歡你 因為你拿著他的利益走 香港人也不去了解你 其實那種百慈莫辯 或者委屈的感覺 很強 不只因為你 當時我記得八十年代 參與基本法制定 餘委會 籌委會 很多朋友幫我忙 每個人今天被問 這些是左派 這些是保皇 他出過的力 其實真的很多時候 還有很多被人白眼 是多得不得了 是嗎 我想是有一些看法 大家就忘記了 已經爭取的東西 是哪批人幫你爭取的 大家忘記了那件事了 現在只是針對 你不能再拿我的甚麼 或者我想多些甚麼 但是你說你授權 有些不給我的權 我想要 有些這樣的爭拗 這一批初初 是幫起草基本法 或者諮詢工作做事的人 我們要對自己的 mission 中心 是一來一 是二一二 這樣情況之下 大家已經習慣了 我們兩制那種自由 現在爭取的就是 兩制以外 有甚麼中央還可以給呢 十二五那裡又要爭取 李副總理下來又要爭取 我來過 爭取之後又說 別人不夠 這些事是會發生的 但是中央地方關係 因為憲制上的架構 是不能改的 因此我們這些 忠於我們以前做的事 和現在已經寫了條文的人 我覺得仍然有責任 在眾議紛紜的情況之下 出來解釋清楚 是甚麼一回事 Maria 當時你怎樣去 當然有人欣賞 沒有人都會很開心 被人去罵 最多是我明白為何這樣罵 當被人冤枉的時候 多謝我還未來 還去說我 你怎樣去過這個心理關口 譬如有很多朋友出來香港做事 其實是一樣 怎樣去過 你怎樣去給我一些提示 怎樣去捱過那個時刻 好的 我的提示未必人人適用 首先就是初修忙得很緊要 我最重要是這件工作 不是做了這份工作 因為這件工作做得好 有一個交代 拿到一個平衡點 還有有可操作性 精神便擺放進去 今時的年紀輕 到了年紀老了 我又開始沒有所謂了 即是我覺得穩定過度 就是我的職責 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要在港人治港 扮演甚麼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退出來 臨時立法局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穩定過度 這件事都不是容易做 因為當時已經是中英之間 或者香港人的訴求 和中央落實的主權安排 裡面很多很多爭議 都不是容易做 但做了之後 我覺得應該其他人做 香港港人治港 因為有這麼多Rising Star 我一退後 我很開心 看法 很有趣 當時人們說 我猜肯定是否這樣說 Maria這麼勤奮 做了四鳥議員 還要做這件事 她一定有很大的野心 很想要做好一個位置 今天2011年 正正平反當日人說話 沒有發生過 我告訴你 做香港的行政長官 幸好現在有很多人 都肯入熱錘房 我那個時代 我跟著 麥理浩 他做殘了 又得 他差不多是殉職的 然後 薩德威爾森 他由黑頭髮來 做到白頭髮走 這個位置是非常難做 甚至做總督都難做 做總督都難做 已經有個英女王在這裡 幫著你的手 這樣情況下 Chris Patton都做到 好像要通波仔 是 Chris Patton做到通波仔 每個都有事 董山腳痛 就是這樣 董山腳痛 這樣情況下你想想 香港的地方雖然小 但一有壓力一有問題 半個小時已經去到政府合署門口 然後這半個小時 再過十分鐘 全香港看完 開始議論紛云 誰對誰錯 誰對誰錯 未知道事的詳情 未必一定知道 未必有甚麼證據 已經有結論 又要慢慢解裂 又要擺正 有那麼多不同的訴求 所以你想做好這份工作 很大壓力 問一個癡人問題 我們沒有問過你 當日有沒有人考慮過 你自己做行政長官 我自己沒有想過 沒有人跟我說過 當時你對香港這麼有熱誠 可能想再幫香港多些 有沒有想過 我總是覺得這份工作 不太好做 給我都不做 當然沒有人給我 給我都不做 因為我看到他們 真的確實太辛苦 是 因為昨天見我們香港大學 剛剛李總來來香港 董卓士代表阿花甸大學 是 我感覺很有趣 好像一個老朋友回來說話 是 你感覺是怎樣 他相當好 老實說 臨走了 他做過玫瑰營計劃 十大建設 以後對於香港 作為一個飛機機構 和一個物流中心的影響是很大 所以無論如何 一個地方一有任何的財政上 或者是社會上有的低潮 政府就應該做基建 當時只是製造一些工作 只是親中正要去打釘 建造那個人 而有工作 事後的經濟效益是很好 他在香港很轉折 又要交給中國 當時寫聯合聲明 我便很有信心中國會是手信 為甚麼呢 因為很簡單 如果他要香港屈七 甚麼都答應 他刪了東江水的水喉便完蛋 根本不用差兩年跟我們談 你今天說起大家在甚麼年紀 我記得當年80年代 我在外國讀書 收回香港 很害怕 那些人要移民要走 為甚麼呢 那時說共產黨信不過 你簽甚麼都沒有用 還要這樣 歷史又告訴我們 多少年 84年至今 剛剛二十多 就是三十年 沒有 反而是幫到你不信 我想全中國 香港得的政策傾斜是最大的 真的 跟他自己本身 那個國家的發展 和香港的發展的角度來看 然後所有的政策向他傾斜 沒錯 我們下一節再見面 再談一下 Maria對現在 我們的年青人有甚麼忠告 因為她是做過年青人 看過香港幾十年的發展 怎樣做 我們下一節回來談 剛才我們第一節休息的時候 我和Maria聊聊天 因為我意猶未盡 提了一個說話 原來是護照的情況 是 我記得我自己本人 我有一個英國的BDTC 英國Dependent Territic Citizen的護照 原本可以去英國住 後來就變成了 對不起 你又不來得住 香港某部分人 有居姻權 很多人拿著護照 很害怕 所以那時候 那些家裡 要移民到加拿大澳洲 拿護照 買過甚麼 甚麼共和國的護照 是 Maria說 原來我們香港和澳門有一個很特殊的待遇 是 就是這件事衍生出來 是發生甚麼事 我們寫基本法的時候 就要考慮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自己可以發護照的問題 同時英國那邊就關門 即是不讓我們的BDTC回去住 情況之下 很多人又擔心 將來不知香港的護照會是怎樣 以及失去英國的可能性 當時英國方面 就推了一個英國的居姻權計劃 另一方面 我們寫基本法的時候 就跟內地的草委和官員說 我舉了一個例子 我說 你在內地 如果你的少數民族 你一定有個特別的方法 讓他們可以生存 有一些就是柔木民族 有一些就譬如榮爾族 藏族 有些是靠蓄木 我說你們香港人 我就說 是一個城市柔木民族 哪裏有水就哪裏 他們去 哪裏 一沒有水就散了 我們的馬就是我們的護照 如果我們全部人都不可以 自由地拿不同的護照 第一 我們自己家庭的網絡 可能會全割爛 第二 貿易 金融方面的活動受到限制 因為你不得自由活動 第三 就是現在有很多人已經拿著那個護照 是外國護照 又拿著那個BDTC 如果你要他放棄那個外國護照的話 他拿著那個BDTC有沒有信心 即叫他走 是的 他們結果 就不只是聽我一個 他就接納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貿易城市 和我們每個人的家庭和朋友的社會網絡 需要有這些馬 讓這個油木民族繼續生存 於是在1996年做了一個變通解釋 中國國籍法變通解釋 他就說 在香港和澳門出生的中國公民 只要你不去入境事務處 宣稱你已經拿了外國護照 你可以視這個外國護照為旅遊證件 你就可以留著它 不用交出來 現在全中國就是澳門和香港的中國公民 對香港人很好 對香港人很好 好到不得了 還不如是中國公民 還可以拿人家護照 沒錯 我們很多家人或者朋友 或者我們相熟的 是已經有一個外國護照 他不用放棄 因為如果當他是外國人 根據中國國籍法 你一拿了外國護照 根本就喪失中國公民的身份 對 除了澳門和香港 你現在這樣說 我想起一件事 以前我記得那個時候 每個人都希望有外國護照旁身 沒有喜歡旁身 就走路去那邊 是 是 去年在馬來拉香港發生的一個人質事件 慘劇 是 我想那時候你最希望出事 是中國領事館來看你 是 過去這麼多年香港人親身經歷過 我跟女兒說她讀書 我記得有什麼時候 如果她失散了 去找當地的中國領事館 因為我知道她一定會看你 是 我想在三十年前 八十年代 你說這件事 我想我會被人罵 你有沒有搞錯 中國人你都相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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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想我們自己看了幾十年 應該對中國的信心是有一點 是 應該很大 應該是越整越好 是 是 你對現在的時刻的年青人 香港的年青人 所謂八十後 是 我們這些就 沒有機會做那個八十後 經過那個八十後的時間 你會怎麼看他們現在 將來的發展呢 即是無論如何都好 事實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他們希望通過今天的機會 聽到Maria說 原來是 過去一段時間 有很多香港的很好的朋友 在香港做了很多事情 喊著被人罵 做到今天 還有好幾個朋友 他們說 沒辦法 你做了我也謝謝你 下一步怎麼做呢 香港的地位 越來越相對 都不說適微 比以前的特力差很遠 是 你說得很對 當然我們希望 新的政府有新的領導 但是 在個人立場 個人的層面上 你會怎麼給意見 青年朋友 其實很多時候 我看同RTV節目 很多朋友都會 對社會有很多 有心 但是他們對社會 很多時候的看法 都很不高興 很罵 但是 未必知道 所謂建制派 做了什麼 例如今天 你會怎麼跟他說 希望他能夠了解 大家一起 不要再分建制民主派 大家都想民主的 你會怎麼看這件事 怎麼跟年輕人 希望能溝通到 我覺得你可以告訴他們 我或許不是很聰明 但是如果你問我 如果香港現在的年輕人 是怎麼掌握機會 利用自己是一個 在香港的中國人的身份 可以發揮到自己的能力 和為社會做得更好 去做分別 其中包括 有一天他可能要決定 支持政府 或者不支持政府 但是首先要做的 我覺得就是 你要告訴自己 沒有人欠我什麼 就算我爸爸媽媽 是帶我來這個世界上 他是愛我們 但是不要以為 他是要欠我 這件那件 我攤大手要拿 頭一件事 你就要相信 頭一個要為你自己的前途努力 是你自己 是 如果你可以有一技旁身 你就會有一個很好的條件 是開始幫回你家人 幫回你的朋友 幫回你的家鄉 有這樣的機會 不是一定說要從政 因為社會上 你有很多政治性的 或者非政治性的服務 是可以做 甚至在自己的專業裏面 都可以做 就算你是賣花生 如果那些花生炒得漂亮 我就剛剛 昨天去了中環某個地方 買包檸檬 他是全香港最漂亮的檸檬 明天送包給你吃 多謝你先生 賣檸檬都可以是一個品牌 雖然他是自己沒有一間店 但是很多人特地走去買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年輕人 每人要想想自己 有沒有一個檸檬做出來 可以買 有了這樣的條件 其他那些就是齊卡治國 平天下的那些可以一路一路慢慢做下去 是 至於你做的時候 你要補王或者不補王 我覺得大家就照事論事 如果他做得好的 你就支持他 不管他是民主派 或者是親建制 如果是做得不好的 一樣 如果你有這樣的判斷力的話 我覺得你已經是社會裏面 一個非常好的中堅分子 因為有時 兩邊都有些極端 只要極端的不是中數 而這些中堅分子是中數 社會就會很穩定 和很成熟 如果大家是其中一顆 重要的細胞 我覺得已經可以分別 其實有時不僅止 有時是在民主派 即是泛民 覺得結制派有問題 反過來 聽到很多建制派的朋友 有些好朋友都說 那些民主佬真是厚 很閒爭 但其實我覺得對大家 都不公平 你覺得其實形成了大家 有少許對立的位置 其實是否都可以 政府其實做得不太好 你覺得在80年代、90年代 2000年 其實是否個政府都差不多 還是真的太差了 多了這麼多人 對政府有反對聲音 還是社會潮流 就算內地現在 中共剛才看到的官員 都和我聊天 他說是整個社會的趨勢 如果你對民眾不夠好 你做甚麼官都會倒台 你會怎樣看這個 兩個說法都對 因為歷史的演變 就是在80年代 總之英國人還在這裏的時候 其實香港所有的重要政策 就在White Hall 在英國決定了 當時總都是他委派 行政局多數都是英資 或者跟英資比較親一些的成員 三軍司令就坐在行政局 又加上一個政治顧問 又在英國派來 還有一個法律顧問 又在英國派來 所以其實香港自己做的 就是民生的問題 當時由於大家都不會 在政治方面 認為有甚麼大的出路 因為他委任 他選人 情況之下 大家在你自己的行業 或者你的社會服務做好些 你有機會可以去參政 真真正正的選舉很少 只是市政局裏面只有12個人 插你一句說話 當時政府委任你做一些事的時候 你是一個獨立思考的人 我讀了書 我讀完律師回到香港 雖然我受英國的教育 但我心裡都在香港 我絕對相信這個 不可還 不用置疑 當時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香港真的被英國人 其實是管制到我們看不到 但其實是 現在我們反而說 內地想管我們 反而是很少的 反而我們香港人從來沒有管自己 可能是英國人管香港 我們可能看不到就不知道 會否是這樣 是 主要就是在回歸以前 其實當然公務員知道他的職責 就是執行總督 有時總督回台行政局的政策 他們的責任就把這件事做好他 做出一個好的效果出來 他就盡了責 但是回歸之後 第一我們開始有選舉 開始有一個行政和立法之間 有一個權力方面 是別人以為惑都不清楚的分割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你一有選舉的話 你應該就開始 對於民意方面 是有更大 對於他們的訴求方面的滿足 另一方面 你又要看得長看得遠 裡面有少少矛盾 我剛才說的是基建的問題 是吧 政府認為錢應該放在基建 但是有人認為 你拿了我的地 應該給我某些賠償 我不同意的時候 我就繼續爭取 或者我認為你橫平做得不好 我就將你拿去施核覆核 於是便有些矛盾產生 如果是一路積累 大有可能 政府的行政主導 第一 那個效率成問題 第二 他的權威成問題 第三 士氣可能成問題 如果去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對香港不是好事 因為任何一個組織 你都必須有一批人 是真的做到事出來 而不是整天兩邊吵架 吵到大家忘記了做事 香港未到這樣的程度 我希望不會到這樣的程度 但是如果我們大家都客觀一些 可以看到一件事 短期對某些人有影響 長期到全局有好的影響 有時要權衡輕重 就讓全局決定去 剛才Maria已經說了 我已經偷到詩了 我想我也要學做好的檸檬 大包好師傅 在香港 變成自己有一期旁身 至少你的生活不成問題 你才能逐步幫社會做事 或家庭做事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看看比較大的方向 下一節請Maria給我們一些意見 好了來到我們今天 我覺得最精彩的一節 就想看看Maria 趁這個機會談 我們任何記者和朋友聊天 其實今天為什麼要錄這個 我是不是都會和你聊天 不如讓多些人聽到我們談論的內容 我們又不是說些什麼 很秘密的事情 剛才我們在閒談之宮 今天講到兩件事 我想Maria給我和朋友一些意見 第一件事就是所謂的23帖 另一件事是釋法 這件事就算很多朋友 不要管什麼派別 其實都不知道是什麼 一講23條 很多人怕洪水猛獸惡法 我記得這些字 我記得當年葉劉淑儀 因為這件事都被人罵 罵得很厲害 終於沒有做到局長 要回來幫忙 其實是什麼事來的 最近香港很多不同事情 又會釋法 但是什麼叫做23條 什麼叫釋法 不如很簡單地跟朋友解釋一下 讓他知道 讓他可以多些思考的空間 就不只是聽了某個人去說 這件事我很想做 第二十三條立法 就是由於英國人離開了香港 以前有一個叫做treson 就是叛國的罪 就是你對英雷王本身 或者他的後裔 或者他的國會 或者他的領土 有些侵犯 或者是要將他們損害 這種情況之下就是叛國 一向有這條例 有這條例 有這條例 在普通法和我們的法律裡都有 但是呢 到了英國人一離開了香港 我們回歸中國 很明白叛國這個定義 就不適用了 對 而每一個國家 或者任何一個國家 就一定有法律 是保護他國家的統一 領土的統一 國家的安穩 不可以被人顛覆 這樣情況之下 就要香港立一個法律 來保障這些事 會受到限制 即是各個國家都有 各個國家都有 即是新加坡也會有 台灣也會有 是 是的 所有國家都不讓人分裂你國家 侵害你的領土 串通外國的力量 顛覆你的政府 這樣 這樣很正常 這個很正常 越轉正常 但現在香港沒有的 香港暫時沒有些事 我們就靠 公司法律和罪法律 但是真正正說到 顛覆或者分裂國家 這些是沒有一個法律 即是說 今天如果有一個人 或一班人 是為了反 推翻香港政府 而是大家覺得他錯 我最多抓了他 是當是沒有這條罪 可以入到他 是暫時是沒有 這樣情況 幸好他們沒有發生 但是本來這些法律 就不可以給一個地方政府立 不可以給一個特區立 這個永遠是中央政府立 但是當時我們寫《基本法》 就考慮到 第一可能在心理上 香港對這件事是有抗拒 第二我們希望那個法律 是經過香港的諮詢過程 在香港自己的立法會通過 在香港實施 這樣的情況之下 比香港人的心理和自由方面的保障 是會大一點 那麼中央政府居然說 好你自己立法 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將這些法律的立法團 是給了一個地方政府 美國什麼叫做treason 什麼叫做分裂國家等等 就是equivalent 不會是加利福利亞一個地方做的 給了香港 讓你可以經過剛才的程序 大家安心 還有因為在香港審 就用我們的普通法制度 即presume innocent right of defense right of silence 所有在法庭用什麼舉證的程序 全部都在香港用 那就是史無前例的一個方法 但是香港呢 就很不幸運 出來的時候 就被人說到這件事 又說限制你言論自由 又說你以言立罪 又說有把刀吊在你頭上 就搞到大家都慌了 很多人 或者未必真的有機會 去看過政府的草案 如果這樣說 如果我是中央的官員 對著你這班真是傻人 那條例是應該我去管理 你是自己去喊 就說不用管理 但是現在中央不可以做這件事 已經寫了《基本法》 是啊 如果萬一 最近聽過一些報道 現在未必是做23條的時機 我聽過很多朋友說過 可能社會未有共識 社會的融洽度未得 如果過了十年 23條都拿不到 那香港有什麼吃虧 我們這麼幸運 終於沒有立我們法 其實已經沒有法律 有什麼不立 有什麼大不了 是今天 我就很難說 以後十年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如果說 可能有危機 立刻就有很多人告訴我 到你客人 是啊 那情況之下 我覺得是等社會成熟些 所以我覺得 就是每一屆政府都應該向前走一步 意思就是說 解釋 究竟是 什麼的一回事 如果不是每個政府都說 這件事太難做了 未成熟 未成熟 那你一路下去 很容易推幾個CE的terms 我覺得每一個政府 都要向前走一步 令到大家了解 這個是什麼問題 令到大家了解 就是那個proposal是什麼 逐點逐點來 其中有個說法 不如說斬件 你先做得比較容易 然後再講那些 香港比較陌生的問題 這又是一個可能性 我自己覺得 你就永遠放在這裏 認為不是一個對的時機 那就永遠不會有一個對的時機 中央看著 我們如果有份參與 當年談的官員 可能他莫名其妙四個字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如說說釋法 你現在是香港全國人大的代表 我知道內地有兩個主要的機關 一個是政協 一個是簡稱政協 一個是人大 人大是有立法的權 不如跟大家談談 其實什麼要釋法 好 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 就是全國人代代表大會 就是我們3月2986人坐在這裏開會 我們通過了法律 由於這個大會 只是3月開朗的禮拜 另外那11個半月 如果法律方面要實施 產生什麼問題 有什麼疑問 就由人大常委會 每年24、6、8、10、12月的例會那裏 是做出解釋 或者是修改 但是它修改 不可以是大的修改 那釋法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香港就是司法解釋權 就是立法會自己本身不出來解釋法律 它立了法之後 法官審案的時候解釋法律 那個權威就在那裏 內地那個法統就是大陸法統 它就是立法解釋權 最後的解釋權在人大那裏 那你不會2900多人坐在那裏解釋法律 於是人大常委在它的例會那裏解釋法律 解釋法律在什麼情況之後會發生呢 就是條法律已經寫了 但是在執行的時候 發覺了那些人不是按原意執行 於是就出來解釋清楚是什麼一回事 或者在執行的時候 覺得可操作性有些問題 於是它出來解釋怎樣操作 但是它本身 那個法律上的地位 和它的生效和它的權威 是跟立法一樣的 人大常委會解釋的法律 那個就是法律的一部分 那會不會被人覺得 香港人覺得 哇這樣就是 有什麼抓了我去 或者我不對的 或者判我沒有罪的 你是去釋法 釋法完了我有罪 那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輸打贏要的感覺 會不會 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講內地 我們講香港一國兩制 怎樣釋法 當時我們知道 就是普通法和大陸法 就是百一火和二百火 一接觸實爆 那情況怎樣找個火牛 Transformer 我們找到就是歐盟 他們英國就是普通法的法統 老大哥 德國意大利的全部就是大陸法統 那他們要解釋羅馬條約 因為所有歐盟的成員 你要簽羅馬條約 如果你要解釋羅馬條約 在你自己那個國家裏面 作出中局判決之前 你去勞心補歐盟的法庭 拿一個解釋 然後整個歐洲任何一個國家 都要跟那個解釋為準 我們拿了歐盟的方法 來解決香港和內地的問題 那因此呢 如果法庭是審案 是有關中央地方關係 或者是中央管理事務的條文 例如外交、國防 行政長官的委任、他的任期 我們選舉用什麼方法 那這些呢 就向中央拿一個釋法 釋法拿的時候 審案中就由終審庭去拿 不是審案的時候 譬如說是有關我們行政長官 董先生做了七年下來 究竟阿森先生是繼續做三年 完成他那一任 以為自己做五年呢 結果要去釋法 決定了他是補回董先生 留回那三年 那這些呢 就用人大釋法來解決 那些就是行政長官提請 所以釋法其實是為香港解決問題 而不是將一個沒有罪的人變了有罪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法庭提請釋法呢 人大解釋了之後是沒有追溯力的 如果以前判了那些案 某個人是沒有罪的 他不會拉回頭說他有罪的 只是影響這件案 那很公道 釋法就是今次他怎樣做 下一次同一件事可能會有個普遍 當然 中審庭判之後有個案例 但影響以後的人 不影響以前的人 之前又不會回頭 他不追溯以前的案 那很公道 是呀是呀 不追溯以前的案 你贏了輸了 就是你贏了輸了 香港有多少人大代表在內地 36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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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照人口比例 照人口比例 我們應該得不知28 他是比多了香港 又是傾斜就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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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入到去譬如你身為人大代表 是 你覺得其實真的 香港人的力量能否幫到國家 只是真是花瓶 那這班就是香港 你都是我的很熟的人 我給你一個這麼高位置 你覺得哪樣多些 首先我們要選的 第二 我們能幫到國家 因為我們對於內地改革開放 對於內地的經濟 譬如NGO裏面應該怎樣做 我們有expert跟他說 medical應該怎樣做 我們有expert跟他說 legal我們有expert跟他說 education我們有expert跟他說 education我們有expert跟他說 那就將外國或者我們香港 即是領受到的一些 我們認為可以幫到手的東西 跟他們說 他們要吸收或者不用 這個是他的權 但你一直看著 其實中國是不停地向外學 不只是在香港學 你看他的領導人到處走 他現在的benchmark很高 他們眼中認為甚麼是好的東西 可能跟我們香港看的更高 因為我們自己可能未必 覺得他們周圍涉獵 遇到那麼多問題 又沒有那麼大堆人去做research 情況之下 我覺得現在中國的領導人 他的眼界是很闊的 很闊的 剛剛你這樣說 在想一件事 譬如我們自己的專業界 我記得很多專業界都是這樣 以往內地 剛剛各國開放開始 他跟各接委 就靠香港的人去幫他 去國際會議 國際位置 但今天 香港人的地位變了很多 譬如說 當他可以對口國家到國家 香港人沒有甚麼地位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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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些事 大家在罵 但其實不爭論的事實 就是香港人在內地 很多層面的地方 重要性是相對減低 我想你一定會深深感受 我告訴你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三十年前 我們的廠商進去 幫他們做了 最後成為世界最大的工廠 我們帶進去的 就是市場資料 管理 safety standard, quality 我們教了一班廠長 廠長自己去開廠 於是中國當然他們自己很努力 做了全世界最大的工廠 現在是第二輪 現在這一輪是甚麼呢? 這一輪是服務業 就是以前我們那班肯去捱肯去開拓的人 如果現在我們這班專業的人肯去捱肯去開拓 你會教他誠信 你會教他國際視野 你會教他專業操手 無論是建一間屋也好 不要要豆腐渣 你是打官司也好 你要對得住自己,守得住法律 這個是第二輪的改革開放 但是這一次我們進去的人 就不是manufacturing 我們進去的人是third sector service 是我們各方面的尤其是高增值的專業服務 中國現在靠高增值的專業服務 是國家的GDP的百分之三十四 一個真是強的國家應該去到七十 香港的GDP裡面高增值服務或者服務業 那麽高 所以他全國看這裏有一班人我可以利用 如果這班人好像是三十年前那班廠家一樣進來 是可以在我這裏開始發酵的話 第二時第三產業服務業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即是在我們可見的將來香港的服務業 是一個很大的本錢 是,但是要有些有勇氣的人 肯去開山劈石 那再三十年我們還有什麽 再過三十年 再過三十年 我想我們的border都不是很明顯的了 我覺得是 因為到2020年我們坐高鐵 就十個小時去到北京 即是我們是中國的一部份 那時候我們的人在裏面做事 我們都可以守住我們那個Immigration Policy 即是選一些我們想要的人進來 今天再前瞻一點問一下 OK 香港五十年不變 我們在1997年加五十年地 直到2047 以你估計 我們今年當我大膽 剛才我也沒有說問題 你會怎麽看2047是香港 你猜會是怎樣 2047日在香港 跟中國最多限度跟深圳和廣州 是連成一體 你覺得會是這樣 是 生活圈很大 會不會還是一個兩制 我相信都會 我相信都會 因為過了三十年 我相信當時的中國法治會相當好 但可能仍然我們有些少少地 所以仍然都會是一個兩制 一直都說 不是一定要五十年那麽短 五十年以後我都看不到為何事要變 五十年今次是2011 四十年三十多年 是呀 你說三十年差不多 對差不多 到時我們大家補地價 你家屋便可以 任何人的物產 可以繼續拿到90年或者會月 香港沒有自由的 除了教育 其他都是有年期 但你可以延伸 最後一件事 讓你自己講一下感受 真是經過了二三十年 幫香港工作 你經過過這麽多個政府 又去到內地人大 看完這件事 你對這個地方的感情 我想是不容置疑 對香港的感情 我也希望今天大家認識 譚詠師爹 走到外面見到他 說聲多謝 不是 你的感覺是怎樣 我知道你一定是值得的 你有什麽感受 我覺得我是非常幸運 在一個大時代裏面可以參與 作為一個中國人 可以幫香港回歸 能夠保持到香港一國兩制 又可以等世界看到 中國是一個手信的國家 又看到中國在開放 老實說 中國是幾千年來 現在是一個盛世 所以可以活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要想辦法 去扶一把 令到整個過程裏面 自己又得著 社會又得著 國家又得著 我記得我當年在澳洲讀書的時候 你在路中間 人家按摩中國人 你的心很有趣 會不會去罵你 會笑你 不懂得說英文 但今天我想的 在外國留學生 中國人 那種自豪 沒有人敢欺負你 你們網球 我們都可以贏到軍部和冠軍 想都沒想到 沒錯 這是很難得的 想著我們一定不行 爛王 跳爛多贏 沒有人可以相信中國人 這個爆炸性 以前只有冰箱球 因為冰箱球和羽毛球最多 但現在都可以 所以大家應該再看闊些 怎樣身為一個香港人 或者一個中國人 幫到香港和整個社會 是的 很感謝Maria今天的時間 謝謝 多謝 多謝大家 時間過得很快 我們剛剛跟譚慧珠女士 Maria做了一個簡單的訪問 在剛才幾節裏 其實你看到我去做訪問的時候 其實很多問題 我們都不用去支持她去討論 很多是有感而化去問她 我今天很高興 就有機會談過 又在做基本法的初期 怎樣考慮香港人的國籍問題 我們今天用的護照 接著講起基本法的成立 很多事情 其實大家可能以前聽過 至少我自己聽過 今天也是加深了解 亦都能夠體會到 其實香港我們有今天 是多謝很多位香港人 在過去作出無私的貢獻 剛才我也提過 如果當日你是在那個位置 在一個大時代的轉接期 你差不多站在哪個位置 都會被人說你是 所謂五十半徒 亦都可以說是 即是你都在出賣我 當然沒有一個人會覺得是好受 但我看到今天聽過Maria說的話 他們每位朋友都很有理念 以及為自己的理想去做 才能夠堅持到今天 他們說得很對 他們說我們當時有份制製基本法 每個字他都有考慮過 到現在他有責任 去告訴大家 守住那個龍門 其實我自己個人來說 很衷心多謝譚慧主義 以及很多朋友 給予香港付出這麼大的貢獻 接著我們也提到現在的年輕人 要怎麼做呢 他們說得很對 雖然說檸檬這件事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 但真的有一至一記旁身 大家才可以做到 收身齊家哲國平天下 不要想到平天下這麼大件事 至少能夠令自己家人 覺得有這個親人 他覺得是驕傲 或者是很開心有這個人 大家已經是四個字不枉此生 接下來最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談完後 他對香港的前途都很有信心 香港可能過了三十年之後 我們可能和內地那個界線 在地理上可能都還有 但是可能大家已經越來越共入的生活 其實過去那幾十年 我自己都感覺到 我都記得當年 我在外國讀書的時候 見到八四年 那個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都想想回來香港做事 我也很開心 我回來了 也有今天 有個節目跟大家聊聊聊天 因為我自己過去 跟你都一樣 對內地的政府 特別聽這麼多以前的故事 是不會很有信心的 看回過去那三十年 好像我們的擔心是有 但是好像也有一點不必要 但是我希望以後香港的發展 都希望是這樣 希望大家都享受 跟我一樣 欣賞剛才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找另外一位朋友上來聊天 如果有什麼對我們有好的意見 有哪些朋友想找的 我盡力去做這件事 因為香港很多專業人士 在不同的崗位都是在香港做事 剛才有一位好朋友跟我說 她都不知道 Maria是大律師來的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背景 或者她對法律沒有這麼認識 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下次和大家再見面 拜拜